提着数公斤的轮胎内圈 在沙地上绕圈圈 挑战还不仅如此 甚至还得手脚并用匍匐前进 除了户外赶十足的运动项目 也有室内的跆拳和格斗 篮球桌球几乎所有想象到的比赛 在这里都能看得见 黎巴嫩最大的体育庆典 第二届被鲁特体育节盛打开幕 聚集了所有喜欢体育的民众 在这里共享胜举 受到以哈战争影响 临近国家黎巴嫩 面临首当其冲的威胁 笼罩在战争引语中 尤其是身为阿拉伯文化国家 在运动项目赛事上 一直推广得十分艰困 去年举办体育节 获得广大回响后 今年即便遭逢战乱威胁 组委会仍坚持举办 维其四天的体育节 吸引了上万人参与 在动荡不安的氛围中 里马能民众借由运动 获得正向的力量和信心 也盼望未来体育节 能继续扩大举办规模 邀请更多的阿拉伯国家 和运动员 一同加入 民事新闻中文报道